50年前尼克宗总统访华 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结束了两国长期格局的状态 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 是中美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 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并连同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侵犯别国 不干涉别国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等原则一道 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和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的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美方一些人 对华认知出了严重的偏差 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甚至假想敌 进行全方位的遏制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发展只是为了让 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不是为了挑战或取代美国 美方不应寻求改变 甚至打压中国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 双方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两国之间有分歧矛盾 在所难免 关键是通过坦诚沟通 加以有效管控 防止战略误判 避免冲突对抗 上海公报发表 即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 带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 只要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益 合作共赢 就能扩大共同利益 实现不同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国家和平共处 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 从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 汲取经验和智慧 传承发扬上海公报精神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Boak 我和发展議 it in tutorials 紧别 如ž 你 有